字幕君 李宗盛 待會我轉換聯繫就出手 雌雄帶到我們眼光沒有贏一個 別浸出阿斯 阿斯來 你捉他們的回報是非保證的 而且有潛在波幅 首先是這位賞金價值一萬元的哥哥仔 人稱Happy哥 他有個習慣 只要心情Happy 就算被捉了都會派利是 來來試試 相反 如果他心情頑皮 他會發狂亂按踢人 阿哥今天心情很頑皮 而Nana 賞金價值都是一萬元 不過前座回報的波幅就很不同 周深名牌的Nana 單單在身上那雙波鞋 二手價都至少一萬元 發達 不過在脫鞋的過程 被雙腳發出的惡臭雲倒 就會被他拋之夭夭 阿哥 Happy哥這些粗粗的東西就交給我 你就搞定Nana 好 老闆 你呀 打完了 是啊 我已經說 到校長的時候是賞金獵人 ears 單眼佬 單眼佬? 你不是單眼的嗎? 是造型而已 想想想,也想買一份保險 有一個人壽保障之源 就可以儲一下錢 對了,你經常說的分紅保單 是否買得過的? 我還以為你… 天啊 單眼佬 保險 要做一個精明的投保人 不要只聽別人說 要靠自己 靠自己看清楚 看清楚保險公司或中介人 給你那份利益說明文件 分紅保單中的利益說明文件 列出了三組數字 包括最佳股算情況下的 預期退保價值和新股賦償 另外,還會有樂觀和悲觀情境下的預期回報 用來顯示高潛在回報 和低潛在回報之間的差距 就像我這副高智能冷鏡一樣 它會因應我的能力 去評估我的對手 買分紅保單都一樣可以透過利益說明文件 了解產品的潛在回報 和在不同情境下的波幅 那你就可以估計一下 自己是否能否承受到相關的風險 以及考慮一下萬一回報不遲如期 你的保障需要是否還滿足得到 你們兩個都這麼熟分紅保單 買保險當然要做足功課了 例如你想知道保險公司過往 派發非保證利益的表現 你可以參考他們的分紅實現率 保險業監管局的專題網頁 有齊這麼多保險公司的相關網頁完結 趕快收拾手給他 你坐下來談談 選哪份分紅保單 好啊 剛才誰說負責綁我們 想學會怎樣看利益說明文件 和分紅實現率 立刻上保險業監管局的網站吧